这最后带下宝宝专门价格算得有点低的 这只宝宝连高房都不要了吗 这只宝宝连高房都不带了 这只也是耐力批 等一下我理解一下 我理解我得缓一下 这是一只耐力批 耐力批没有高房怎么了 没有幸运怎么了 没有反正怎么了 有强力怎么了 这只是一只 所有的耐力批呢 其实就是血力批 他就是没有高房 他一点防御都不加了 打个防御天赋 这打防御天赋没法用 这力批工军真能高 这力批招我咋估价 你算你算血力批 还算杀人力批 这只力批你要说他不行吧 他资质又比较行 七技能杀人力批资质好的 其实是到不了一万的 其实是到不了一万的 我觉得 但是资质确实又太高了 就给他个一万吧 宝宝装备的话 这是一个82 宝宝装备加敏的话 这是一个86 宝宝装备的话 这是一个84 这个防御又太低了 不过这个耗 已经牺牲防御了 不要啊 我觉得这只宝宝 反正高神套必须得带 没有办法 82 82的4000 4000再加上一个4000 能卖上一个8000 8000 再加上一个2000多 宝宝装备的话 能卖上一个11000 其实这件装备 如果隐功时代 现在没有一个召唤兽 物理召唤兽是需要速度的 有需要速度的话 但是他不是特别强速度 比如说B雷打高敏 他需要速度 但是他不要就特别高 像这只宝宝的宝宝装备 如果隐功时代是很值钱的 因为他的速度 起码比125的要高了8点 他伤害就等于90多了 不过现在没有 没有加敏的宝宝装卖 宝宝装卖还有很多9段的